黯黯的天空 变幻的浮云 莫名却又落下了雨滴 心里的风雨 也无处逃避 你躲在屋檐底 在叹息 慢慢的长路 重重的背负 容不得 你想停下脚步 心也疲倦了 只能坚持向前啊 期盼着有个人 来着雨 就在某一天发现 付出的从前 后悔了今天 幸福的时光 就在某一天 看见 你美丽的脸 是世间最美 永恒的 预言 救命 恶灭 一遍 你书 coordinator 只 只日可待是吧 先 先来一会儿 老虎弟呀 还得想个办法呀 这两天冯科长 盯得是特别地紧 我骑虎难下了 虎总 你怎么也得 再凑点证据 王哥 您意思是 就算是这政治不足 咱也得坚持 你不坚持 这就叫诬告罪 这 这种兴致你们应该知道 一定得坚持 大不了就拖着呗 拖死他 怎么也得坚持 拖着 也不坚持 胡子 来 亲爸爸一下 来 来 乖 媳妇 你觉得那个采样怎么样 挺好的 人挺善良的 而且对虎子还挺有责任心的 关键跟我处得也还不错 那依你之见 咱们可以把他留下来了 他必须得留下来呀 他可不能走啊 他要是走了 我可怎么办啊 亲爱的 那我给你提醒你一下 倩倩呢 不知道啊 道明的电话也打不通 咱们呀 请的是保姆 不是奴隶 我觉得有的时候呢 还是要稍微地尊重一下他 什么叫尊重人家一下呀 我什么时候不尊重他了啊 还没有发声 我只是稍微提醒你一下 我觉得以后 咱自己能干的活儿 尽量自己干 你比如说脏衣服啊 内衣 袜子 你放心 你要不想洗 我来洗 行吗 我说你没事吧 脑子进水了 咱们花钱请保姆 就是为了享受服务的 有用白不用 我就是觉得人家小姑娘 挺不容易的 你说 咱俩小孩 天天哭哭闹闹的 他又得看孩子 又得做饭 还得打扫卫生 他是人不是机器 你说 你挺关心他的啊 比对我还关心呢 我看你是别有用心吧 难怪你每次吃饭的时候说 采黎你吃这个 采黎你太瘦了 我想想我多恶心 邓明 你别忘了啊 你在家里头是东家 他是伙计 你在外头 你大小也是一经理 这饭哪门子见的你 亲爱的 这儿呢 我就要纠正一下 你的错误观点了 我觉得人和人的相遇 本来就是一种缘分 你就好比咱俩吧 从相识到相爱 再到结婚生死 再到咱们现在生活在一起 咱俩一直都是相互帮助 相互量线 相 相 相什么相 我告诉你啊 邓明 你别吃这碗里头的 想着锅里的啊 不许想若非非 不行 我这得严格地监督你 一旦有异常行为 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我 我说你这人满脑子都想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我的意思是说 人和人之间是需要尊重 和关心的 你就好比这次你姐姐怀孕了 在医院 你是不是应该去照顾一下 我觉得做人应该假良心 她不能就是你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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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道理不用你跟我说啊 我知道我在你眼里头 一文不值 我自私 我不懂事 我不会关心人 别人都是一朵花 我在你眼里就是一碗豆腐渣 行了吧 但是邓明你别忘了 我是你媳妇 我是你明媒正娶的媳妇 你知道吗 对 我就你的一个媳妇 我就爱你一个人啊 你别生气 行不行 行 行 走 自己玩去 没人理你 喂 谁啊 赶紧说 吴奶奶我烦着呢 谁又招惹你了 这嘴不甘不尽的 怎么了 二姐啊 那个 那个虎子他不听话 你看这破小孩 天天惹我生气 什么事啊 我给邓明打电话 他也没接 你们俩在一起吗 那个他跟我在一块儿呢 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呗 我跟你说啊 大姐已经快生了 在东方医院呢 你们没什么事 就赶紧过来帮忙吧 好好好 那行 我们马上过来啊 你别着急 赶紧走 赶紧走 怎么了 姐 她要生了 在东方医院快快快 真的啊 快快 对对对 快快快 你赶紧开车点快快快 快快 慢点慢点 孩子 慢点慢点 这手术时间怎么这么长啊 不知道情况怎么样啊 别着急 蓝蓝 没多长时间 也就才两个多小时 双胞胎 是因为你心里头 着急觉得时间长 别担心啊 你就放心吧 一切都没事 你就等着抱孙子吧 好 二姐 怎么样 你小点生孩子 在做手术呢 我太紧张了 你不知道 你没有生完孩子 你没有体会 这生孩子就像过了一道 鬼门关一样 你少说两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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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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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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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恭喜 五子平安 而且是龙混胎 对 老大是个男孩 六斤二两 老二是个女孩 六斤肘 这回 放心了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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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再等一会儿 马上出来啊 好好好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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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早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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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同保佑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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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一想什么呗 想这么多像 喂 喂 姥姥 我小四啊 小四啊 乖孙子 姥姥想死你了 姥姥 我给您报一个 特大的喜讯 您猜猜是什么 看你高兴成这个样 什么特大喜讯哪 我猜猜啊 宋超回来了 不对 您再猜 再猜 你大姐 大姐生孩子了 是男孩 对不对 您啊 只猜到了一半 接着猜 不会吧 是个双胖胎 真是特大喜讯哪 太好了 姥姥 不光是双胖胎 还是龙凤胎 天呐 太好了 真是特大喜讯 这回可真是 太好了 我和您姥爷啊 商量一下 我们得过去 我们得赶快过去 看孩子去 姥姥 不用那么着急 现在天太热了 您注意身体 待会让姥姥论好 好的 好的 谢谢乖孙 那你代表我们 也向妞妞问好 问大家好 告妞妞 一定看好孩子 不凭闪失 行 老爷见啊 老头子 老头子 放下手里活儿不干了 快点 吃早饭 你上门小点行不行 你这一吼你看 左翁力小全听见了 到时候全到咱们家 吃早点了 你 你招待得起吗你 你说你这老头子 一个特大喜讯 你想听不 你要放下手里活儿 我就告诉你 你要不想听 算了 拉走我 告诉你了 你等等 你要不说 我就不放下 等着 咱俩耗着 你个老倔头 我也是个急性子 我梦不住 我告诉你吧 妞妞生了 一男一女龙凤胎 是不是特大喜讯 好 喂 哇塞 哇塞 大喜讯 行 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 走走走走走 早上有什么喝的没有 喝粥啊 喝什么粥啊我的 这下酒的 早上喝什么酒啊 中午中午给你弄 弄俩菜 然后你喝点酒 中午喝 我现在也得喝点 没有菜你 谁说没菜呢 对对对 黄瓜 给我拍两个黄瓜 求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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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洗手去 莫莉 我活出去了 给你拍个黄瓜 你看这两个小东西 个儿不小 还挺精神的 妈 你这几天累坏了吧 你啊 得热坏去休息会儿吧 哎呀 没事 我看到他们我就开心 我要真累了 我回家好好地睡一觉的 饭来了 给妈呀 帮你洗手嘛 洗手 姐 吃饭 哎 我跟你说啊 我俩跟文文我们去菜场 转了一大圈 买的猪蹄 鸡鱼杀的 炖了半天的 全是下来的 你还得多喝点 赶紧把奶给催下来啊 谢谢妈 其实啊 喝牛奶就挺好的 还是母乳喂养好 你说这两个小东西啊 特别能吃 吃饱了就睡 一点都不闹 哎 起个名吧 不能老叫小东西啊 都好几天了 总得有个名字呀 文文 你可以想想 应该起个什么名 我建议啊 还是给姐夫写封信 然后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他 让他来取这个名字 他肯定特别高兴 陈文想得很周到 他的建议我赞成 妈呀 老好了 赶紧吃饭 要不就凉了啊 吃饭吧 来 你们要做什么啊 这个灾难训练机 可以制造出火灾的幻觉哦 火灾的幻觉 别看了就知道了 陈琳啊 过来歇会儿吧 来 坐这儿陪我聊会儿 没事儿 我干完再休息吧 你别干了 一会儿虎子又给你弄乱了 来 坐这儿来 这越是乱呀 越是要勤收拾 要不然更乱了 彩琳儿 你结婚了吗 我都结婚四年了 孩子都三岁了 是吗 那真看不出来 那你老公在哪儿呢 你孩子怎么办呀 我们那块呀 结婚早 二十多岁的人都结了 我老公也在北京打工 孩子嘛 丢给爷爷奶奶 这样啊 那我跟邓明商量一下 从这周开始呢 我们就每周给你 放一天假 让你和你老公啊 也好团聚一下 太谢谢了 苹果桥好了 你吃一个吧 我不吃了 不吃了 我还干活呢 你吃吧 拿着 别客气 我们都是一家人啊 想吃什么吃什么 那行 你给我放着吧 我先干完活 干完活吃 行 那我给你放着 一会儿记得吃啊 好 胡子 来来来 胡子 走 妈妈帮你尿尿去 喝那么多水 来 起来起来 尿尿去啊 来来来 我来吧 我来吧 不用不用 你忙你的去 我这儿能行 我老公说呀 以后啊 我们要互相尊重 以后我能干得活呢 我尽量自己干 你忙你的去吧 你太客气了 来吧 宝贝 走 尿尿去啊 这 这个字 剥 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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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剥夺正的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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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大家坐好 王沫海 石方子 到 到 家里来信了 谢谢管家 谢谢管家 宋超 到 家里来信了 谢谢管家 老公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们的孩子 七月十八号降生了 是一对龙放胎 目前啊 我们母子平安 放心吧 不要挂念 今天 我给你寄去了孩子们的照片 你好好看看 还有啊 我想让你啊 尽快给孩子取个名 然后让律师转告我 我等候你的消息 你一定要树立信心 不要被困难击倒 相信曙光就在前面 老公 我最大的希望 就是你一定要保重身体 争取早日回来 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唯独不能没有你 我相信 不远的将来 我会带着孩子 一块儿去接你回来 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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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 兄弟们 我当爸爸了 我当爸爸了 真的吗 我当爸爸了 看看 看看 照看照看照看 照看照看照看 像不像我 像不像我 漂亮吗 就像 就像 像不像 像不像 眼睛像 眼睛像啊 叔叔你眼睛都像好 你眼睛像 帅哥 恭喜你了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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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你看 这胜利整挺难 一会儿功夫 都要喝完了 哎呦 胜利真好啊 迎春咱们要加油啊 加油 对 跟哥哥比赛 快点 快点 来 来 来 虎子看看 我们是谁来了 虎子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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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妈呀 你们俩真是整啥呀 买这么多东西啊 邓明嘛 我让他别买 他非要买 你看他买这么多 吃得了呢 国庆节放假吧 家里人多 肯定能用得上 想得真细 赶紧的 快进屋 倩倩 给邓明泡茶 把那东西放厨房门口就行了 去吧 好 妈 我们先进去啊 虎子 张倩住这儿吗 在这儿啊 倩倩呢 在在在 倩倩 这儿有一个法院的快递信 法院的快递信 对 来 签个字 拿了 我看看 倩倩 你怎么不起诉了 是啊 为什么呀 透支五万两千三百人 这怎么回事啊 我不是给了你好几张卡吧 上面好几万呢 这才几个月啊 你都花完了 怎么还别起诉了呢 我是透支了 你呀 你要不怎么说你才好 你这才消停了几天啊 官司又找着门来了 胡就那么点屁事儿吗 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还屁事儿 这是官司啊 你要负法律责任的你知道吗 你说我喊什么喊啊 不就几个臭钱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做劳行大不了我自己去做 跟你有任何关系吗 我就不信了 我这次我就不去 就不还 怎么着了 你怎么这么苦了 这日子没法过 没法过就别过 离婚 你们吵什么吵呀 有话好好说吗 急什么呀 既然都已经被起诉了 想想办法 看怎么样 把问题处理好 你说这个咋长啊 现在 宋朝的时候这还没完呢 你说这又是上官司了 赶紧去找妞妞 问问她能不能想想办法 你说对不 对 你们运我来 有什么证据要提供吗 冯科长 这不马上就是国庆节了吗 约您来呢 谈谈谈心 这一点心意您收下 你胡闹 不 这一点心意您看 你看宋超这个案子 我怎么感觉到 你们是有意要诬陷宋超 不 诬陷他干吗呀 我跟他无冤无仇的 你说这缺德事我能干吗 好 我再核实一下 你们要如实回答 你们的举报信 及证言证词 都是说把钱送到办公室 对不对 是啊 刘副同志 没错吧 没错 当证人证据 把这个推翻以后 你们又画了另外一种说法 把钱送到了宿舍里 但是到现在为止 你们找不到任何证据 这是为什么 冯科长你听我给你解 解释啊 这钱他反正都是收了 是 是不是啊 我们考虑既然收了 那第二次送钱的经过 就没必要说 说了你说 对 对不对啊 这事呢 具体也是刘副总亲自办的 刘总你给冯科长讲一讲 刘副是这样吗 是这个意思 什么意思 按照你们的说法 现在有几种情况和可能 第一 宋超根本不承认 你们也拿不证据来 我 第二 根本就没有第二次 你们也没有送过钱 问题是编造的 没 没呀 第三 这笔钱 目前仍然还在你的手里 疯不认 收监 监狱对被人民法院判处 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无期徒刑 有期徒刑 并且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上的 罪犯执行刑法 监狱对 世伯 你们干嘛呢 一张锡纸 他跟我要 我没给 哪儿来的 你可不要验我 我可没有验 这是上次那个律师见得我 偷偷见的 我保证 如果搬句假话天出地面 大家注意啊 以后休息的时候 不要搞小动作 是 谢谢大哥 继续吧 有期徒刑 并且剩余刑期需要保外就医 或者是怀孕 或者正在 侮辱自己婴儿的妇女 监狱可以暂顾收监 收监 监狱对被人民法院判处 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无期徒刑 有期徒刑 并且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上的罪犯 对于 好了 大家可以休息一分钟 别再说个事啊 大家有多久没看见自己 长什么样 我一年多了 多久半年了 差不多半年了 差不多半年了 很久没看见 我刚才看见自己长什么样 骨子 别打开 想知道吗 跟我过来 不然也就万一 besten了 招一个 你们别挤呀 轮流来 一个一个来 跑 您可千万别这门 小子真不敢 请您明查呀 这事可不是什么小事啊 不敢开玩笑 千万可别冤枉我 还有 这事来龙去脉 胡总比我清楚啊 是不是 这个你放心 刘总的为人 我是最最了解的啊 冯 冯科长 这事呢就是这么个情况 我看这事也不难解决 欠债还钱天清地义 不过打起官司咱们肯定输 唯一的解决办法 就是把所有的钱都还上 可是 他们不是要追究什么 违违责任和诉讼费吗 对啊 人家没问题啊 于情于理于法 一点都不过分 姐 我想给倩倩去找律师 去国庆节放完假 别人肯定要起诉他啊 找律师没有任何意义 我都说过了 咱们不占理 就算打起官司肯定是输 我倒有个建议 邓铭 有你出面 看看能不能替外和解 但是咱们的态度 一定要诚恳 就说咱们负所有的责任 尽量说服他们撤诉 这样咱们损失也能少一些 姐 姐 这个事你一定得帮帮我啊 反正邓铭是不想管我了 你看 他现在还站在那儿 他还想指责我呢 指责你是客气的 像你这种人 根本就不值得别人去同情你 说起来我就来气 这刚几个月啊 我给你那么多卡 你们那么多钱你全花了 你花了没关系 咱家还有 你干吗非要去透支呢 你透支也行 你可记得还啊 我当时要买东西啊 然后钱不够嘛 再说了 我哪儿有钱 你根本就没给过我钱 你还有理了是不是 你没钱你跟我说我 我去替你还行不行 行了行了行了 别抄抄了 现在抄也没用 解决不了问题 不过倩倩 我倒是想问问你 这三四个月 你花了十多万 你都买了些什么呀 我也没买什么呀 我就是买了金银首饰 是 化妆品 然后衣服 鞋 包 可是这些都是 生活必需品呢 口气真大呀 你知不知道一个普通人 一年挣多少钱啊 倩倩 你说你也不小了 你都为人七 为人五了 这过日子还是得计划的 不能没有节制 以后啊有些东西 不该买的就别乱买了 什么叫不该买的呀 我买的都是吃的 穿的 用的 喝的 那都是有用的 有屁用 行 那反正 你自己以后多注意吧 以后花钱不能大手大脚 这样会形成习惯的 姐 我行了行了 我知道了 这事情都已经这样了 你别再婆婆妈妈了 我还得提醒你们一下啊 看有没有其他的信用卡 还有透支的 如果有透支 尽快还上 不留后患 好像还有 还真有啊 妞妞有本事 一胎生俩 儿女双全 好棒啊 希望将来你能超过她 那是宋超有本事 你比不了 有过之而无不及 结婚以后见分晓 你真没羞没臊的 脸皮真厚 各位领导 我妹妹张倩 因为不了解银行的 规定和业务 给你们的工作 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实在是抱歉 不过她现在已经意识到 自己的错误了 今天是特地来向你们道歉的 所有的责任 都由我们来承担 除了补交欠款以外 包括银行的违约金 诉讼费 会根据你们的意愿 全全交纳 好好好 我看你们的态度也很诚恳 既然这样 我也给你们表个态 第一 资金 你们一会儿啊 全部交齐 第二 按照我们银行的规矩 除必交的费用之外 不会追究其他的违约责任 第三 我派人尽快去法院 办理撤诉手续 不过有一点要声明 已经产生的诉讼费 由你们来承担 谢谢 谢谢您啊 郝主任 谢谢您 不用客气 郝主任 对不起 我向你们赔礼道歉 以后啊 你要吃一欠掌一震 我相信通过这次教训 以后再不会出现 这样的问题了 好 我以后一定注意 好 你怎么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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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安静一点 公司搞重组 跟我们没关系 但是劳动保险问题 必须给我们解决 对 我们司机就是为了 挣钱养僵糊口 公司必须保障 我们的合法权益 你说这就个什么事吧 公司被揭并 保险的事没人关了 那要不然我们不干了 让邓经理出来 给我们一个说法 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让他给你出来 大家安静一点 大家听我说 我非常理解大家 但是邓经理为了这件事 跟原单位和有关部门 一直在协调 请大家相信我们 给我们一点时间 邓经理一定会帮你们解决的 先回家好吗 不行 这件事我们每天来 都说快乐快乐 就是没有结果 今天这事要是不解决 我们就不走了 大家安静一点 大家理解一下 处理这件事情需要时间 对不对 你们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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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他出来 不要吵 我就要别吵 你们要吵了 别吵了 大家等一下 冷静一点行不行 大姐 你可真行啊 三下两下 就把这事给摆平了 又省钱又省事 谢谢啊 以后啊 你就别耍这种小聪明了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做任何事还得有规矩 不能瞎胡闹的 嗯 喂 是不是 邓总 你在哪儿 公司门口来了几十名司机 吵吵嚷嚷在闹事 关于保险的事 你和他们说 让他们牵回去 我会给他们处理的 我跟他们说了 可是不管用 他们不走 非要等你过来 行 那我过来咱们说 一会儿见啊 怎么了 公司有事啊 就被煎病的那几个公司啊 有些员工的合同 我没给他们办 本来想趁这几天啊 没事儿说给他们上上的 可是见这事你说 把整个人给整晕了 他们全找公司来了 职工的福利一定要兑现的 可能他们 对我们公司的情况 不太了解 这件事啊 一定要妥善解决 都怪妾妾 一天到晚就是要吓胡闹 你怎么又怪我啊 这破事刚解决 你又往我身上泼糟水是吧 好了 行了 行了 别吵了 妈 怎么了 你赶快回来吧 两个孩子都发烧了 赶快带他们去医院吧 行 我知道了啊 怎么了 两个孩子生病了 发烧呢 我得赶紧去趟医院 姐 你赶快回家了 我给你坐过去 公司的事有我的 我去处理啊 对了 一会儿去了以后啊 你们要耐心跟人解释 千万不能发生任何冲突 行 走吧 行 走吧 走 走 好 别吵吵 别吵吵 怎么样 电话打通没有 邓经理什么时候来 邓经理我已经联系上了 他马上就到 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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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冷定一下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新家公司老板 我叫邓鸣 有什么事情 大家跟我说好吗 请问邓经理 保险在这儿 怎么着 好 给个痛快话 能不能解决 不能再拖了 今天必须给个说法 一定给解决 大家请相信我 这事今天来不及了 三天之内 我一定给大家办了 今天大家就牵回去好吗 不行 邓总 你不要忽悠我们 我们实在耗不起啊 对 邓总 对 邓总 你吵什么吵什么吵 吵什么吵 你们的保险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找自己原公司去 怎么说话呢你 你谁啊 我是谁 我是这儿老板娘 我不想跟女人一般见识 你不要请 今天你爷们必须得给个说法 你怎么还打人呢你 你怎么打人呢你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对不起 来 大家听我说什么 来 大家听我说什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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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一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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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必须得给我说法 现在我们的扶告 今天必须得说法 快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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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好 来 好 来 再设和出租车公司 喂 妈 你到哪儿了 我很快到家门口了 为了节省时间啊 您抱着孩子出来吧 好 我知道了 他让我们先出去等 马上带 是是 你都带上了啊 都装好了 快快快 行了 来 来 妈妈来接了啊 老公 您醒醒啊 老公 你醒醒啊 这两个孩子 一个嗓子肿得厉害 扁桃体发炎 还发烧 另外一个是高烧 三十九毒疤 我看这两个孩子 都得住院 办理住院手续吧 行 好的 去交一下费吧 给我 给我 谢谢医生啊 谢谢您啊 没事 大夫 那我们去了 喂 姐 等会被人打伤了 什么 怎么会这样呢 现在在哪儿啊 在医院 行 你别慌啊 我马上过来 谁的电话呀 什么事啊 公司有点急事 我得过去一趟 那您帮我照顾两个孩子 我办完事晚上就回来 真没事 真没事 你别骗我 你们放心吧 别担心了 我去了啊 肯定有什么事 我看他脸色不太对了 没事 没事 哎呀 妞妞她要强 这里里外外的 家里什么事都靠她一个人定着 真不容易啊 没事 来 姐姐 赤姐 你怎么办啊 还在抢中 姐 我好害怕 她怎么会被人打呢 资金到事 那那些司机呢 我打了110 警察把他们抓走了 怎么会把事闹这么大呢 我不是跟你们交代过吗 尽量避免这些冲突的 屈我干什么呀 是那些司机先渡手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别训我 行了 行了 我没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们吵什么 这是医院 要吵出去吵 医生 我老公怎么样了 没什么事 休息几天就好了 谢谢您大夫啊 谢谢啊 没事 行了 没事了 没事 坐 别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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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事 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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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抓人 你还有没有天理呢 我把我老公放出来 我饶不了你 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别闹了 你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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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解决 我们继续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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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听我说 李总已经在路上了 他马上就到 不要带人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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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继续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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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 李总来了 各位师傅 我代表公司给大家道歉 对不起了 不过我可以承诺大家 三天之内肯定给大家上了保险 并且解决所有的问题 请大家相信我 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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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做不到的话 由我来承担所有的法律责任 你们尽可以来找我的麻烦 好 不错 一看你也是个痛快人 不愧是公司的董事长 行 李总 我们相信你 好 那就开结果 还有我老公 被警察抓走了 还有我来了 必须放人 放人 对 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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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别急 这是我接下来想说的 你们动手打人确实不对 不过这次呢 我不会追究大家的法律责任 我会让他们尽快放人 不过你们也得向我保证 以后不可以发生 类似这样的事 好 放人 放人 对 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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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绝不会闹事 是不是 对 对 就是啊 大家请放心 既然我输了 我就肯定做到 好 董事长说了 我们回去等到消息 好不好 咱们散了吧 好 我们下去 消息 好 好 走 快点啊 盛经理 我刚才已经承诺大家了 就得说话算话不能儿戏 邓经理现在住院不能上班 这些事由你尽快去处理 好的 我知道了 保证马上完成 辛苦大家了 好 大家就忙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引 tribe Crea 有一片海 红尘滚滚 有一片海 从不徘徊 这片海 把时间浪暖 埋进心底 这片海 把春风花 羽绒进雪埋 潮涨满天星光 潮落满地花开 这片海 暖暖的海 点燃希望 把真情送来 啊 这片海 暖暖的海 装扮人生 躲在 舞台 这片海 有一片海 奇迹整整 有一片海 未曾更改 这片海 把生活沧桑 淡在街上 这片海 把阳光雨露 洒满胸怀 心眼聚在手中 追寻不征 追寻不律 碰满 啊 这片海 暖暖的海 写着光明 把美好 彩摘 啊 啊 啊 这片海 暖暖的海 拥抱幸福 勉强 未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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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片海 暖暖的海 写着光明 把美好 彩摘 啊 啊 这片海 暖暖的海 拥抱幸福 我 勉强 未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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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